4月13日,汪峰发文表示,新专辑下一首单曲将会发布 这一专辑是由几代音乐人共同制作完成,很快就会出完整的专辑 在汪峰发布了这一重磅消息之后,引来了很多的网友在线等瓜,还有网友调侃 不知道这次娱乐圈又会爆出什么大瓜 作为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,汪峰优秀的作品不计其数 他所演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成为了经典金曲 包括春天里在内的很多歌曲,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但有趣的是此前汪峰在新歌发布,或者有其他重大事件宣布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更爆炸的事件发生,网友也将汪峰和热搜之间的微妙关系 当成一个梗,甚至专门为此发明了汪峰定律一词 也许是巧合,去年汪峰遇到巡演开场的时候 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离婚,看员演唱会当天,也爆出了大瓜 热度持续了大半个月,这一次又一次的事件,让汪峰发布了一些重大消息 成了娱乐圈的晴雨表,很多的网友也都开始认可汪峰定律的强大之处 最后,也希望她的新歌发布顺利